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elo 香港人愈來愈注重健康 愈來愈多人喜歡做運動 做到運動又怎可以不聽歌呢 運動員耳機就適合大家 而我手上就是Sauce最新出的 旗南級骨傳道耳機 Open Swim Pro 讓我帶大家一齊試試吧 大家看影片之前的SCS我們 還記得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平時我做運動的時候都很喜歡聽歌 但我平時戴的藍牙耳機 總是因為我的大動作而掉落地下 而且它的防水能力都一般般 不適合去做一些水上運動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Sauce Open Swim Pro 就正正滿足我的需求 大概不像傳說中 講到這麼厲害呢 等下開箱試試吧 你看到盒面上整副耳機都在水中 很明顯對自己的防水能力非常有信心 那盒面就是這麼簡潔 我們馬上來開箱吧 打開箱就看到整副Open Swim Pro耳機了 整個耳機的設計非常簡潔 這裡會見到有兩個骨傳道耳機的模組 在左邊這裡有個按鈕 按一下就暫停或者播放 按兩下就下一手 按三下就跳上一手 而右邊有個開關鍵和音量調節鍵 而上面就有一個磁吸充電位 各個電腦都是靠它的 在骨口裡有一個矽膠的耳機袋 一條專用的USB線 一對游泳耳塞 以及一份使用說明書 那配件就是這些 叫得Open Swim Pro 就可以用來游泳了 它是IP68級的防水 即是水深兩米都可以用到兩個小時 那游泳自然沒有問題 不過不要以為它只有游泳用 它日常用或者平時用來做運動都相當不錯的 它的防水能力這麼好 用來跑步、行山、踩單車這些出發汗的運動 都不用怕它被汗水弄濕 Shorts Open Swim Pro 是一款水錄兩用的專業運動耳機 它採用了Premium Pitch 2.0 Plus骨傳導技術 為用家提供了三頻平均的立體聲效果 它支援藍牙和MP3雙模式 來自有32GB用量 可以儲存超過8000首歌曲 在藍牙模式下 它有9小時的續航力 而MP3模式便可以用到6小時 它支援磁級快速充電 充電10分鐘便可以用到3小時 香港的定價便是$1599 那規格就跟大家講完了 讓我戴上頭試試看 戴上去整個感覺都真的非常輕 而且它很穩陣 就算我的頭… 摔下摔下摔下 它都不會有上跌上跌的感覺 而且它頭帶的彈性都非常不錯 即使你的頭比較大都適合用 這款耳機是用骨傳道方式來發聲 那就不需要特別塞住耳朵了 有時候跑家的時候 你都會想聽到街的聲音 這樣就會更加之安全 那說到骨傳道 其實就是以震動的方式傳送聲音 由兩個震動器震動耳朵附近的皮膚 再傳入頭骨 由頭骨傳入內耳 造成疑似耳膜震動的效果 將聲音傳入霧海 所以它開放式耳機的特性 可以一邊聽音樂的同事 又可以聽到環境的聲音 而它受環境聲音的影響 又會比一般開放式耳機低 那我剛剛就跑完一轉回來 那我剛才整個Jet的感覺就是 耳機真的非常輕 那我看回原來它只有27.3g 我帶了和沒有帶的感覺 真的差不多 這裏跑的海濱真的很多人 可浪聲又大 那些人聊天又大聲 但我剛剛耳機開到三至四成 音量已經非常足夠 在陸地用就當然沒問題 那如果我想跳旅遊泳 那又怎麼辦呢 我沒理由帶毛手機下去 所以OpenSpring Pro除了藍牙模式之外 還會有MP3的模式 入歌都很簡單 只要用專用的USB線插入電腦 它就好像USB手指一樣 在電腦上出現 之後將歌曲插入去就可以了 它本身已經有32GB內存 可以放幾千首歌進去聽 而且它還有一個專用的APP 可以調校順序或者隨機播放之類的功能 不過就要在連藍牙那時候 預先設定好 如果在游泳之前 不繼續轉MP3模式也不用怕 你只需要在右邊這個大小音鍵 按住它們兩秒 那就可以轉成MP3模式了 那現在就和大家講我的APP是怎樣用 你一打開APP之後 就會在上面見到一個電量 拉下去就會見到耳機模式 而它亦會有一個雙設備的連接 按住它最多就是連接最多兩部設備 而在MP3模式裡面 就分了標準音效和游泳音效 游泳音效開了的話 就會上升低頻 提高了一個清晰度 而播放模式也會有順序播放 隨機播放或者單曲播放 它亦會有一個按鍵自訂 你可以自訂一些多功能鍵 而有相關裡面有一個設定 按住它的設定裡面 會有一個固件升級 記得要升到最新的版本啦 現在就和大家試一下 這隻Shorts Open Screen Pro 續航力有多少 一朝早8點53分的時候 是100%電量 用了七成音量開始聽歌 過了5個小時左右 耳機都還有60%電力 非常之不錯 去到下午5點31分的時候 也就是8個小時之後 是還有30%的電力 最終測試去到下午6點32分 基本都已經9個小時了 耳機就去到10%電量 看來Shorts Open Screen Pro的續航力 的確是可以比它 官方數據更加之長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 這個Open Screen Pro的運動耳機 它用起來非常方便 而且聲音表現都不錯 你知道我們聲音都一定要要求的 還有最重要一點 是我不需要怕它會掉 因為之前試過跑步 掉了耳機到地下 還滾出馬路 不過我都要和大家說一聲 它和一般耳機是不同的 使用經過骨泉道的音樂 是不可以和入耳式的作為比較的 但它絕對有一個不錯的音樂感 和有不錯的清晰度 絕對是運動時候的好拍檔 那我今天分享這個 Open Screen Pro的耳機來到這裡 我去爬步了 我去爬步了